hello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有态度的模玩分享 评图论足 大家之前经常说的pose研究 今天又来了 各位不要忘记给视频一键三连 而今天我们要研究的对象 就是MB的蓝一端改 也就是RR形态 这一次是吃剑的 价格是2000多块 还是比较贵 但是无论是红一端改还是蓝一端改 我相信最吸引人的肯定是大剑 今天我们就一起研究研究 这个大剑造型怎么玩 希望这期视频我能有所收获 各位也能有一些参考和帮助 首先对于模型本身 咱们还是简单说几句 本身结构方面自然就是沿用的MB的一端系 像什么金一端 红一端什么的 咱们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而对于蓝一端RR形和之前蓝一端 最大的区别 除了部分造型之外 在本体涂装漆面部分 也是做了不少的改动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老版的红蓝一端白色外甲部分 都是采取了成型色 而等到前一段时间的新版的红一端改套装开始 白色外甲采取了有色漆面覆盖 风格方面肯定是见仁见智的 但是区别还是肉眼可见 今天的蓝一端二改也是一样的 咱们可以看到 除了本身蓝色骨架涂装分色 有所区别之外 在白色外甲也采取了漆面覆盖处理 不过外甲配色看起来感觉有些偏灰 拿出盒子的一瞬间就有那么一点陈旧感 有些脏脏的吧 这个部分也许是为了突出神经百战的傭兵属性 我个人感觉看起来还可以 但是和官图相比差了一些 而且还有那么一点偏黄 而本体方面虽然说采取了IMB一端结构为基础 但是作为二改 有几个造型方面是脱离标准一端的重新处理 比如说这个肩膀 其实一端原版肩膀背面就有类似出气口的中网设计 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内构细节 而作为蓝一端二改 则是强化了肩胛结构 正面看起来肩胛尺寸是更加巨大的 并且在肩膀部分强化了推进器的属性 顶部黄色外甲还带有一定的基础属性 并且在顶部还采取了金属色的涂装分色 而第二处就是整个头部造型 蓝一端二改的脑袋是后患的 整个头部两侧加上头盔顶部 带有更强的包裹感 特别是前端突出的帽檐和天线角度 我是非常喜欢的 不过这个头盔在个别角度下 可能也会因为覆盖以后尺寸稍大 而会显得比较闷 有那么一点角度限定 而这一次蓝一端在头部 还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设定 就是通过拆卸来进行零件替换 从而能够实现蓝一端戴上面部护具的造型 也算是一个特色 同时加上今年的特殊情况 很难不让人想到防疫工作 而剩下的本体结构还有一处 但是也已经进入到武装范畴了 比如说脚盖位置明显是刀锋造型 同时在前端脚掌 还隐藏了刀刃 虽然看似不起眼的小设计 但是确实就是佣兵武装那味 我挺喜欢的 接着咱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次蓝一端的体外武器 这么说感觉有点怪怪的 首先就是破甲小匕首了 我相信各位应该是非常熟悉了 因为在MG红异端剩余板件上就会剩余这两个匕首 也可以说有MG异端的玩家都是人手两把了 而作为MB版本的话 可以看到造型表现是更加坚立的 同时针对刀锋部分给出了玉涂装处理 观感方面确实会好不少 另外在蓝一端的后裙甲上 针对复合冰装大剑背包 是带有扩充电池组的 之前玩MG的时候也有附带 就是把玩的时候总是爱掉 而作为供给对象 自然就是身后的复合冰装大剑背包了 目前搭载形态下 其实整体的外观表现 以及风格处理 和红一端的背包非常相似 不过两侧刀刃呈向逆向放置 另外也能看到握柄部分 还是垂直于背包的 对于红一端的握柄放置 我就不是很喜欢 因为很占地方 同时蓝一端的握柄 可以看到并没有红一端的额外加上护手的结构 另外即便逆向放置 作为飞行属性来讲 也完全不会有不协调感 背包搭载方面造型也是有所区别的 同时作为蓝一端的背包 更加强调装备与机体的混搭和同用性 所以可以看到 在背包里面 也是给出了其他机体的转接配件 不过5G换上去以后 颜色是不是协调 那就另说了 所以不用太在意 咱们接着来看蓝一端大剑的几个形态 首先大剑方面支持两侧刀刃单独拆卸 那么两个刀刃则是可以分别安装握持在两个手臂上 实现大剑刀刃分离双持的造型 作为拆卸完毕以后的中轴部分 蓝一端和红一端的属性不同 蓝一端是一个加特林 同时这一次官方也特意强调了 剩余加特林单独握持的展示属性 而对于我们来说最熟悉的肯定还是大剑 利用刀刃作为支架的加特林炮台模式 因为MB版本本身在造型方面带有魔改风格 同时在中心加特林炮口 本身也是进行了一定的缩放 所以对于炮口尺寸表现 感觉不如MG版本那么醒目 而今天我们主要研究和讨论的 就是最后大剑形态了 那么在高达世界里面 红蓝一端的大剑除了可以变形之外 巨型的尺寸也是非常细人的一个方面了 因为看起来破坏力是极强的 而说到大剑 对我来说 感觉平时摆造型绝对是一个难点 因为尺寸是非常大的 本身对战力就存在一定的拉扯 同时各种挥舞造型也是非常考验模型关节紧实度的 而对于大剑最多展示的印象 我感觉可能还是大张一刀流 比较好抓特点 属于比较好的静态展示造型 摆起来也不是那么特别费劲 咱们首先先把大剑握好 让角色呈现一点公布 而本身武器比较重 必然我们需要让模型身体测轻一点 向曲腿的一侧平衡重量 这一步仅仅是摆样子 然后下一步还是调整一点腰部朝向 主要控制刀锋的方向 然后关于手臂的状态 这里其实要摆得到位一点 因为如果出现一些不自然的曲肘角度 就会显得大剑不够重 威力方面也会显得有些折扣了 关于这条动作 最后收尾的就是头部朝向了 我个人习惯 一个是看刀锋的方向 有点锁底的味道 或者低头 会显得机体角色比较有威胁性 细节味道存在一定的区别了 而关于蓝翼端大剑的真正使用状态 我当时看游戏CG里面 其实是有点类似贯穿突刺的性质 所以这个状态是要优先于常规的PK 起码对于蓝翼端来说 是要优先表现的动态属性 而突刺的前提 肯定是要极高的推进力 即便是在宇宙战里面 机体也会呈现一定的类似奔跑的动态 然后下一步其实就比较考验模型本身的可动素质了 大剑必然会和身体呈现一条直线 来形成最大的贯穿属性 因为是连人带剑一起射出去的 我认为重点在于这个时候 手腕持剑姿态是不是能给人很强的支撑力度 如果说手腕角度不达标的话 无论是前身贯穿 还是下压蓄力 都会感觉力道不足 确实还是挺难的 而关于大剑上常见的提砍动作 我发现官图做的还是挺敷衍吧 往下劈砍没达到比较合适的势力动作 这个时候明显是可动幅度限制动作姿态了 如果说我们回避当前的姿态 把往下劈砍换到侧面劈砍的话 其实就能发现很多问题都被适应解决了 不过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单手劈砍又会显得大剑本身缺乏重量感 毕竟都已经单手握持了 所以摆姿势也不能有太多想当人 有太多想当人就会出现一定的不自然 我也知道双十大剑是很炫酷的 但是就会显得缺乏真实感 而变得玄幻变得飘渺了 并不是身上武器越多越好 摆造型的时候 还是多少加入一点武器的重量感在里面 才会显得更真实一些 以上都是个人的理想心得 但是能不能实现全看个人能力了 而今天大剑举了三个例子不多 因为我想这玩意哪天我要是做红异端的时候 没例子可举了 留一点 其实归根结底 摆造型是为了更加舒服 更加好看 我们只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把力量感体现出来 这其中还是要多看 多参考多练习吧 我这个也谈不上教程 就是提供一个视频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然后我通过视频 也能给自己总结一些东西 也算是学习记录了 大家有收获的话 也不要吝啬一键三连 关于这款IMB蓝异端的话 可玩都是没说的 但是当前现货价格比较贵 我入手的价格是2000多块 而之前IMB的新版红异端改 现在才1000多块 如果说想玩大剑的话 其实红异端目前是更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说就是为了支霸收藏 那当我没说了 我当时也是期间店没有抢到 好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视频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